如何在动荡的世代 找到生命的定点 通色教育 其中一方面就讲到公共维生 public health的问题 公共维生的结构性的故事是什么呢 大故事是什么呢 不是关于生和死 都是有关的 我们的生存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态 我们的生命 死也是 死得有尊严 死得有价值 虽然死了 认够说话 但它着眼如何呢 都是在我们的生命 生活里面 是人类 那个丰盛的生命 或者说 那个生命的质素的问题 其中我们看一两样东西 就看见了 有一样东西叫做 Farm factory 就是动物工厂 我们用一些机器 大量的 快速的 使得对于鸡 那些猪 那些动物是生长 又是割食它 杀害它 植物也是 找一些基因 免害虫 它快发达 这个本身 我觉得是最大的杀伤力 是超越了自然的生态的循环 也对动物的不尊重 又不让鸡走动 它没有生活 它没有生命 正是一路扔着 一路叮咚咚咚咚 吵肥它 之后就杀害它 这个呢 你一上网 看到这些所谓 Farm factory 就是为何会制造到 流感 猪流感 禽流感 你迫着这么多猪 又不让它动 又不让它吃 又不让它走 又不让它有母子的关系 你不断捅着胃奶 完全当它是机器 我觉得最大的和首 这个公共卫生 就是我们的所谓机械文化 机械文化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生产力 讲效率 讲经济 将人 将动物 将植物 将所有世界上 所有东西的价值 都要绝对化 是一个所谓生产力 productivity efficiency 有效性 rationality 理性 全部不当它是人 没有了人的尊严 没有了动物的尊严 没有了大地的尊严 没有了地土的尊严 地土用到尽它 本来在东三省 有些黑土 一造 每年一造 两造三造 做到它完全是 叫做土地疲劳 土地fatigue 然后就慢慢 就不再生产 就沙漠化 我们回去 现在要将沙漠绿化 现在很多人种了一些厨 种了一些生态 不要经常用尽它 我们不是加些化肥 加些肥都谷行它 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 用人口继续增长 有一本小的书 说明人类的进步的历史 short history of human progress 说明人类的美亚人 为什麽印加人 为什麽古文明一下子就死去呢 那些文明去了哪里呢 为什麽整个文明 这麽多建筑 为什麽没有人呢 其中一件事就是 因为它的生产灵力强 生产灵力多 就养饱了很多人 但当有天灾人祸 加上有内战 就突然间有瘟疫 就死了 所以引以为监 我们以为是productivity 以为是好事 以为是增长 以为是一个文明 以为是所谓的发展 不断的发展 不是 我们需要有地土神学 我们要管理 孕育的 地土不是一个资源 我们全用 我们需要有跨代公义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每一代 在这个地球 要比回下一代 将来的世代 不是少了 是要多了的资源 和生态 我们需要有一个 所谓spatial equality 不同的地方 北半球 南半球 是要有互相的均衡 和运用的资源 是有一个分享的心 我们需要有一个 契约的心 我们和神是有一个立约 当这个罗亚 是出方舟的时候 神和他立约 神不再用洪水反垃大地 而被人又可以吃野兽 不单只是植物 但我们不可以 剷下所有的植物 锁下的野兽 全部是用来发展 建屋 建很多屋 很多鬼城 将来无法吃 那又怎样呢 所以我们就要与人畜共处 希望给他们有生命 不单只是有乐场 不单只是要人有一个 好像马戏斑一样 不单只是一个食物的来源 而是真的有生态 有生活 或者这样我们的公共维生 在整个生命链上面 在整个生态链上面 人只不过是其中一个位置 也都是有负责任 是要将它人育 是辅助其他的生物 其他的动物 也许我们的精神健康 我们的身体健康 我们的心理健康 能够推进 这个也是能够在动荡的时代 找到生命的定点